提到的這個叫範例裡面叫字串切割 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把這個瓜糊切過來 如果假設第六列這邊 有一個是有兩個的話怎麼辦 有三個的話怎麼辦 OK 這個可以想想看 反正是一個問題 另外其他還有像151有152 152的話是長寬高 那他這一題跟剛剛這一題也蠻類似的 只是說他有三個 這邊delete掉 比如說我這個題目裡面就是 要把長寬高的資料放到這裡面來的話 OK 那你要怎麼做 OK 你不是說點兩下Ctrl-C Ctrl-V 當然 不過除了函數之外 其實在Excel裡面還有別的方法 像這一題其實是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你如果不用函數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一個叫做 資料裡面有一個功能叫做資料剖析 這個應該可以 那因為這個資料剖析 它能夠就是幫你做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的資料 假設是有固定的符號 在它的就是區隔資料的位置 或者是說它有固定的 比如說它的第幾個字都一樣 比如說這個瓜弧 125跟120等等 其實它好像固定都是第三個字的位置 如果固定位置也可以利用什麼 資料剖析幫你剖 如果這一題的 我看好像用資料剖析應該比較簡單 資料剖析怎麼剖呢 你可以用固定寬度 因為它位置都一樣 它有兩種方法 如果你要剖資料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固定的位置 你下一步 然後你就跟它講你的位置在哪裡 那你給它畫一條線 那你就在瓜弧跟資料的中間點一下 記得點這個尺規的地方點一下 這邊就一條線了 第二個尺規 第三個 就是你把這個你可以拉過來 如果點歪了你可以拉過來 也就是說在你要的資料 前後給它一條線 那這一條線是做什麼呢 就是它幫你切出來了 切出來之後的話 下一步之後 那你就告訴它說 這個資料我不要 不要的話就不賄賂 那這個要不要 這個要 所以不動 這個要不要 不要 在不要的地方把它選擇不要 有沒有 這不要 留下就是這要 要的話你就把它放哪裡 目標儲存格把它放在C2 這邊改一下 就是把要的放在C2的位置 你如果按完成 你會發現 它就幫你把資料怎麼樣 放過來了 OK有沒有 所以這個資料剖析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假設不會這一招 那不得了了怎麼辦 又要用塗髮煉鋼了 每天塗髮煉鋼 真的太沒效率了吧 所以有的人效率就是不好 有的人就是很快 差別我是覺得就是在功能上面會不會用 應該知道 所以西部 如果 不過前提特別重要 你在做資料剖析之前 請你一定要選範圍 所以選B2到B8 然後再用資料剖析 OK 西部 你自己來玩玩看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不用資料剖析 要沒有別的方法 有啦 想想看 如果用Excel裡面的函數 那就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不過這個都是想出來的 OK 試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剛剛這一題的VBA 把它分別完成 所以VBA 是要自己寫程式 那如果跟上個禮拜 類似的做法 反正就是寫三個按鈕 上個禮拜也是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的話 就是 我先在Visio Basic裡面點一下 不過第一步 請各位先自己複製一個 把它改成VBA 那第二步的話 就是在Visio Basic這邊點一下 然後我習慣是把它移到右邊 因為移到右邊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然後再來的話 在模組裡面按右鍵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我希望不要跟聚集混在一起 所以我就再插入一個模組 寫我要寫的VBA層次 所以按右鍵插入模組 它會產生一個Module 2 這個當然不改沒關係 不過你要改沒關係 你可以改Module 然後後面加一個VBA 這個是For VBA的Module OK 那這邊會出現Module VBA 那寫的程式的話 第一個就是先輸出公式 所以第一個一樣 Sub 然後這個VBA的名稱叫做 瓜糊自串底線公式 比如跟上個禮拜有點類似 瓜糊自串 這個名稱 然後底線公式 跟上個禮拜那個手機公式還蠻像的 那意思就是說我要輸出公式的意思 記得這邊一定是underline 不要空白也不要減號 反正在名稱命名上面最安全的符號只有底線 其他不要用 像空白不要用 減號不要用 加號、乘號 其他符號都不要 底線OK 這個按Enter 好 那一樣 請你在這個地方 儲存格輸入公式 那什麼輸入公式 按TAB鍵 一樣 Sales 還記得吧 那個儲存格叫Sales 加S 記得 瓜糊哪一個儲存格 第二個儲存格 第二列 先列在欄 它這邊會寫 第二列 哪一欄呢 B欄 B欄的話是一個文字 所以打一個B前後加雙引號 等於先給它一個雙引號 然後公式就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我們公式從這邊拿過來好了 這邊這個公式 那一樣 裡面有雙引號 所以我們先用那個什麼 先把它按右鍵複製取消 把它用那個計事本來過濾好了 因為計事本可以把雙引號一個變兩個 會比較快 而且比較 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用附屬應用程式裡面的計事本 然後貼上之後的話 貼到這個計事本裡面再用取代 取代方法一樣 就是先一個取代成兩個 一個雙引號變成兩個雙引號全部取代 然後再把這個公式一樣的方式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我們的Visual Basic的後面雙引號裡面 貼上就可以了 好了 那這樣的話我們再切到Visual Basic這個工作表裡面 讓它輸出看看結果 老師那為什麼沒有 因為它這個儲存格本來就沒有刮虎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這邊改成3算了 然後這邊也改3 因為第三個才有 所以我建議乾脆你練習的時候乾脆輸出B3會比較 比較沒問題 OK 那這樣應該 對 後面一樣改3 然後把它輸出 這邊就有了 OK也是把這個公式丟到這裡來 那得到的結果可以看沒問題 那只是說我現在需要讓它從第二列跑到第十列 所以上禮拜有講過 你必須再加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規則 for i i就是那個列的變數 等於第二列 到 2 然後第十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反正有4就一定要有NAS就對了 然後 i後面就跟它講說哪一列到哪一列的範圍 然後把剛剛這個儲存格這一行 放到4NAS的中間 一般習慣會多按一個TAB 讓它換到下一階 然後大概結構就講這樣 4NAS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改成i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執行它的話 它就會把第三屆冠軍應該從頭到尾都放 不過因為等於是每個都放一樣的公式 所以最後一樣的方式 後面這個A3的3有沒有 要把它改成i 那當然以後你說 老師那我不確定說哪個地方要改i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切到前面這個工作表 然後這樣點應該可以看到 這個有沒有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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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點下去 只有一個有沒有 A3後面那個數字變了 那這個變動的位置 就是將來要放i的地方 所以看起來應該有四個嘛 那所以放的方式跟上個禮拜一樣 你就是把它 這個什麼 這邊是A3嘛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改i的方法 上個禮拜有特別提 你不能直接放i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字串 一個文字 你不能把數字放到中間 因為你放進去它變還是文字 沒辦法讓它顯示出來 所以一定要串在中間 那串的方法 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你最好可以記一個口訣 有沒有 雙引號兩個 先把3選起來 然後雙引號的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那當然因為有四個啦 所以已經做了第一個 有沒有 把原來的3 改成像這樣子 這個可能如果剛開始 實在是還沒辦法離 其實它這個步驟只是說 把i串在這個文字的當中 OK 那如果你假設啦 暫時還記不起來 我建議你就是把它稍微 可能這個還是要寫下來吧 背起來也可以啦 然後以後的話可以喔 就是最好熟練 然後因為這邊總共會有四個 那當然比較快的方法 可能你就是再做一遍 對或者是說呢 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習慣是把它複製啦 雙引號到雙引號複製 然後把這個3貼上 一個有沒有 再把這個3貼上 第二個 記得不要貼錯了 因為這個喔 是真的 只要你夠細心 應該就不至於會發生錯誤啦 那程式我一直強調 一個地方錯都不行 所以上禮拜很多同學 已經貼到壞掉了 我剛剛講說 你剛剛要重做 因為說真的我要看喔 你叫我重看 倒不如你重寫比較快 就是步驟對就好了 OK喔 所以喔記得喔 我剛剛把公式貼上之後有沒有 那實際上就是改 加一個回圈 改這個東西 有沒有 先改這個沒問題 然後再改這個 然後把這個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個這邊來 本來這邊是3嘛 一樣貼到這邊來 兩個 三個 四個 總共後面還有一個啦 這樣就OK了 就是不要做錯啦 我做錯我建議你重做比較快 因為你要找到底哪邊貼錯喔 真的好像還是重做比較快 OK好 好了之後的話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完畢之後你會發現 這邊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會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OK的 沒問題 然後清除的話 其實就是把上面這個sab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然後這邊改成叫做清除就可以了 OK 因為這個就比較沒有重複名稱的問題 因為剛剛叫清除聚集 所以這個清除 那差別只是說把上面的sab到n-sub貼過來 改個名稱 那後面這一串等號後面 把它改成雙引號就可以亮個 這樣就清除了 好啦把它執行一下 欸有啦 欸這樣就有了 OK 然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一樣喔 就是把這兩個sab變成兩個按鈕 那做法跟剛剛蠻像的 就是 再到旁邊這邊插入一個按鈕 然後拉一個適當的大小放開 找到刮鬍之算底線公式 把它複製名稱 並且把這個名稱貼上 欸這個跟剛剛聚集蠻像 那底下這個我習慣是把這個按鈕按右鍵複製 然後貼到它的下方 然後直接用它來做修改 修改的方式就按右鍵 這邊指定聚集一下 然後找到聚集 找到清楚這個剛剛寫的 把它複製之後貼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那差別只是說 其實你會發現結果跟剛剛那個聚集錄製的 其實看不太出來差異啦 只是說這個是自己寫的 剛剛是錄製的 差別在這裡 OK 那當然呢 難度上來看 當然這個會比錄製來的困難一些啦 可是問題 這個方式將來彈性會比較大 因為你將來可以按照你自己的 看到的資料需求做一些彈性的調配 那如果錄製聚集片你要重新錄製 OK 那這個我想請各位 把這個先試試看 我剛剛 1 就是在這邊先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OK 然後這個名稱要改不改沒關係啦 它可能會叫module2 或者叫其他名稱 那我是在下方這邊改一個名稱 叫moduleVBA 然後再來的話 在module這個VBA裡面寫了兩段 就這兩段 然後呢 底下這一段其實是上面貼上來改而已啦 然後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呢 還有